这是一年中零售商最重要的盈利期 收入占到全年的20%到30% 全国零售联合会的凯西·格兰尼斯·艾伦说 今年有接近1.5亿的美国公民将会在感恩节过后的周末购物 所以这是我们的超级晚 这真的是一年中动真格大干一场的时候 竞争加剧了 为了竞争 一些商店提早开门 延长营业时间 为了吸引最大人流 几乎所有商家都保证大打折扣 但是今年 包括诺德斯特隆好事多在内的许多零售商 在星期四的感恩节这天却关门休息 而户外服饰零售商IEI 在黑色星期五这天也将关门 商业事务作家凯文·保罗·斯科特通过skype对美国说 虽然这些商家的利润会受冲击 但是这种姿态传达了传统和家庭价值观 人们将会记住他 并且在这个节日之外 当他们在明年五月六月 买母亲节和父亲节礼物的时候 会记起这些零售商 那时他们会在那些商店花更多的钱 从长远来看 零售商赢了 但是更多的人会选择避开人流高峰 全国零售联合会说 今年有一半以上的节日购物将会在网上进行 五分之一的美国人在使用平板电脑或者智能手机购物 这是全国零售联合会自2011年开始问这项问题以来的最高数字 我们相信数字技术会推动网络购物 一年更比一年多 我觉得最有趣的部分不是他们花了多少钱 虽然那很重要 而是他们的购买方式 我们将会看到 今年的网络购物真的会抢走很多传统实体商店的业务 经济学者格斯福彻说 尽管上个月销售平平 但是今年的失业率降低和工资上涨会给美国人带来更多的可支配收入 他们也受益于较低的汽油价格 这样他们可以把更多的钱花在别的事情上 家庭取暖成本降低 所以这是个好消息 我们的工作机会正在增加 工资正在上涨 我认为人们会有心情购物 全国零售联合会说 平均每位美国消费者会花费大约805美元买礼物 这意味着在11月和12月之间会花费超过6300亿美元 比去年增加了3.7% 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导流利播报